我的 我們的對面有一個我的好朋友 然後他剛剛就在那邊給我跳來跳去 我聽下來因為我知道他的狀況 我覺得 欸 有欸 噓 噓 噓 這個不能講的嗎? 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好久不見 大家新年快樂 其實有時候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實況主 或是YouTuber 難免都會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壓力很大的時候要怎麼紓解自我 不是去考兩下啦 好啦 考有時候也會啦 Anyway 我自己平常呢 也會看一些 塔羅頻道 譬如說 Angel Love 啦 Jacqueline 的啊 然後再來就是啦啦啦 我發現很多人在 用這些塔羅頻道來慰藉自己 那塔羅牌真的很準嗎? 我覺得 它是一種能量的轉換 不一定是在算牌上 給你什麼建議 而是它可以跟你聊聊天 我覺得現在的人都很邊緣 沒有人可以聊天啦 所以我們現在就歡迎我們的啦啦 對啦 我旁邊現在沒有人 因為它不露臉的啦 那今天啦啦呢 也會幫大家 來做一個占譜喔 歡迎啦 哈囉 大家好 大家有沒有聽到這熟悉的聲音 你在幫大家做大眾占譜的話 你覺得準度差不多到哪裡? 我很難去給一個數字 因為我們塔羅斯還是喜歡講能量 我覺得如果我們有一定的連結 那個準度其實是倒可以相信的 那你覺得我身材好嗎? 哈哈 馬上跳動 好啦 那再來就是 因為你自己應該有非常多人找你占譜吧 而且你住在美國耶 就會覺得說見面比較準 還是其實通話也可以? 我覺得其實任何的形式下做的占譜 其實都沒有影響準度 我覺得是個人習慣的問題 重點是你跟這個 諮詢師有沒有連結 那再來 大家最喜歡問什麼樣的問題 你朋友胸不會多大啦 不會高潮啦 哎 我覺得大家最想要知道的就是 他現在喜歡的對象 對他的感覺到底是什麼 以及他們有沒有辦法有情人忠誠眷屬 我知道應該還有一個答案要問 復合 會回來找我嗎? 哈囉 也需要人家回來找我嗎? 剛剛一個看人占譜完之後 其實你們是需要時間來恢復 或是有時候會有太多的負能量嗎? 對 有的時候真的會 就是客人來找你的時候 你就有點像是接他情緒 接他秘密的那個人 所以通常真的做完之後 我可能會需要5到10分鐘 稍微沉澱一下 因為這樣算出來的東西 才會是中立的 像我啊 我隨時隨地都可以這麼嗨 嗚呼!嗨起來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什麼 就是他現在對我的感覺 跟想法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今天的各個情況都可以適用 交往斷臉 GPTQ 那如果今天喜歡我隔壁的女同學 但我跟他沒有交臉呢 啊!又想斷王子濤 你還是要跟他有一定的 認識 跟認識 你從來沒有見過他的話 那 你是來鬧的時候 你就不要在那邊算 那我們要來開始囉 我現在看到我們現在桌上有三副牌 就是我現在會 就是會現場洗牌 那我洗好了 我就直接來抽出三組牌給大家選喔 好 好了 從 這是拿手 啊! 這是拿手需要問我嗎 所以從左邊到右邊分別是A B C 真的是我很久的觀眾應該都知道 其實我是一個很freestyler 所以你就看哪一張喜歡 你就選哪一張 因為我看你不太放東西 有些台灣師他們會放紫色的珠珠 綠色珠珠 但我就不喜歡綠色啊 誰喜歡被綠 對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那真的就是 連結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就直接這樣選 然後你想要選哪一副 我選2好了 喔!沒有!我選3 我馬上換 我選C 好 所以那我們就來公布一下 選到A選項的朋友 心裡想的對象 到底對你的感覺是什麼 你心裡想的這個對象 他現在一直在想著你耶 他其實晚上的時候 做夢都會想著你的感覺 蛤!我怎麼不要選到1號 他只要想到你 他內心就是有一種 控制不了的激情 我會覺得這個對象 他還蠻希望 跟你有一段關係的展開 但是我覺得 目前看起來 他只是有這個想法而已 他會很怕說 如果今天走到阿燦面前 嘿! What's up 然後阿燦給他一個白眼 那他不就糗了嗎 所以他現在是一直在 壓抑他自己心目中 對你的那種 小小的愛戀吧 而且我覺得這個對象 他非常非常的想你喔 但是他又很驕傲 所以他就是把他 對你的喜歡跟想念 因為藏起來不想要讓你知道 哇!我覺得你喜歡的這個對象阿 他對你的喜歡就有點像是那種 POPPY LOVE的感覺 很天真無邪的感覺 但是隨著年紀的增長 沒有辦法再愛得這麼純粹 內心的他的那個自尊阿 他的驕傲在糾結 但是我覺得他還是對於你們兩個 這段關係其實是有信念的 其實是期待的 只是我覺得他還想要再去認識 你們兩個的關係 到底有沒有辦法天長地久 他一旦愛他就會愛得很用力 愛得很真誠 對啊 所以我覺得抽到第一組的牌 還蠻恭喜你的 第一組也太開心 我們的對面有一個我的好朋友 然後他剛剛就在那邊 給我跳來跳去 我聽一下因為我知道他的狀況 我覺得欸有欸 噓噓 這個不能講的嗎 我就不打擾你 趕快第二組 我們來看一下B選項 我覺得目前你心裡想的這個對象 現在在看待這段關係 他是比較輕鬆 他沒有想很多 我們大家就像朋友一樣這樣hand out 他現在會比較看重於 他自己手上的計畫 或者是在乎自己的事情有沒有辦法做好 我甚至會覺得 並沒有想太多關於你們兩個的事情 我覺得可能你們兩個在相處的時候啊 你可能會有一點強勢 感受到那樣子壓力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種 想要先退後一步 再去慢慢的觀察 選到B選項的人啊 你對他的好 其實他都知道 但是我覺得 他在面對感情的時候 他的心是先稍微關起來的 我覺得他可能還有一些課題 他需要去整理 讓他沒有辦法那麼放鬆的去 面對你們兩個之間關係的現狀 他就是 搬當朋友 好朋友 只是朋友 他就是不想要被束縛 我覺得他是希望 多多交朋友 多多認識人 你心裡想的這個對象 他可能比較年輕 在面對感情的態度 比較幼稚 不想要談承諾的啦 你可能有的時候會覺得 忽冷忽熱 進進出出我的人生 對 因為他現在就是沒有想要怎麼樣 在看頻道的大家 你們對這段關係比較執著 你們可能會覺得 這個人好像真的是我的 命天子還是怎麼樣 你會一直很想要抓住這個機會 才會導致這個對象 他會想逃啦 建議如果你選到台組B的人 稍微的休息一下 給他一點空間 也給自己多一點機會 現在這個對象 他還沒有準備好 進入一段關係 或者是跟你附和等等 蛤 你這樣好委婉喔 牌組B的就是 可是我剛差點選牌組B耶 應該很多人有這個疑問 想要選B又想要選C 一開始選B 可是最後對C比較有感覺 那怎麼辦 我覺得綜合庭 這些訊息 某一些地方是你需要聽的 我知道了 大家算他 我都會選擇自己 想要聽到的好消息 可是呢 他只是給你一個小小的建議 不一定要糾結在那個上面 好那我現在就認真C 要開喔 You got it C 我覺得其實 你心裡想的那個對象 他覺得你是一個很成熟的人耶 內心還蠻平穩的人 認識你這件事情 其實 too good to be true的感覺 這個對象 他會覺得 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很開心 有一種 你是他的小太陽 是他的女神的感覺 他可能剛認識你的時候 會覺得 欸你有一種瘋瘋癲癲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 當他越認識你的時候 他會發現 其實你給他很多穩定的感覺 你為什麼會在他旁邊 好像逗他開心啊 其實因為你希望他開心 因為他開心 兩個人才會一起成長 你心裡想的這個對象 他其實對你是 非常非常的有熱情 但是 他今天早上 你跟我說沒有熱情 不是 偶像去常會說嗎 最好不要開始 因為就不會失去 所以我覺得 他現在的內心 面對這張關係 他是又愛又恨的 他愛你的可愛 愛你的天真無邪 不顧一切的 為這張關係給付出 但是他同時又很害怕 如果我真的投入 他哪一天背叛我 他哪一天離開我 我該怎麼辦呢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他現在內心 非常非常糾結 現在在看頻道的大家 你們跟你們心裡想的那個人 你們兩個的連結其實太強了 他可能在他的生命中 從來都沒有一段感情 讓他這麼的放不掉 因為這個致命的吸引的感覺 有一點去trigger他自己 他內心中那個比較 膽小懦弱不敢愛的那個自己啦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現在跟你的對象 可能暫時沒有聯絡 或者是你會覺得 一點都沒有感覺到 這個對象 喜歡我的原因是因為 他在保護自己 他想要放慢腳步 因為這感覺實在來的太強烈了 如果真的是這樣 我覺得就 給他一點時間啦 我覺得呢 我終於知道他為什麼內心這麼害怕了 他會很希望 你們兩個的關係是照著他的劇本走 他現在會把你們兩個之間的路 其實都已經鋪好了 可是他其實又知道 他現在想的東西 比較有點像 他內心中自己的想像嘛 他不知道你現在心目中 到底在想什麼 所以他就會在那邊 自己一直很糾結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們這邊有看到Varison 很快呢 他就會重新對這段關係 有自信 他自己也知道他糾結了很久 他也很討厭這樣的自己 所以我覺得 很快他就會 express your love 所以我覺得選擇排組三的人 你們不用太擔心喔 好一切合成喔這個人 有準嗎 其實 其實我覺得 我害羞啊 很討厭 好啦 那我們今天結束了 塔羅牌這個東西 不要說一定是準 或是不準 我覺得他就是有一個訊息要給你 你要聽得懂他想給你的訊息 如果是算要不好的 你也不用急 心一轉 他就會轉換的東西 重點是 當你心裡有孤單的時候 或許看看塔羅頻道 就可以排解這個孤單 如果你們今天喜歡啦啦的解說 大家可以去訂閱啦啦的頻道 那你們今天選第幾組呢 或是有什麼感覺的話 可以在下面給我們留言 那當然啦啦他也有instagram 我有每日一張 你確定你有每日一張嗎 好我已經很多天沒沾了耶 沒有follow我啊 好啦他有時間就會沾 因為他也是走一個比較隨性的態度 所以呢記得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那大家我們就在這邊 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所以選到第二組了就是 他不喜歡你啊 哈哈哈哈 你選到第一組 你是不是剛剛有心花怒放 還好啦 你在那邊是怎樣 會改變 沒人愛沒人愛 你才沒人愛啦 沒關係還是會改變啦對不對 機器人家會改變 不怕好不好 再算過就好了 好 好